今晚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文章 潜水喧哗深水沉默 下面呢我们就一同来分享 诗人雪来曾说过一句话 潜水是喧哗的 深水是沉默的 人也是如此 一个人越浅薄 越喜欢夸夸其谈 用言语来虚张声势 而那些真正厉害的人 往往都沉默寡言 手捉示弱 潜水多鲜争 清朝有一位大才子李条元 有一次硬要去参加一个宴会 宴会上许多才子 都在炫耀自己的才华 大家互相吹捧抬举 便借此机会结交 但他因为身居简出 众人只听闻其名 未见其人 所以都没有人认出他来 习中有一个人为了抬高自己 竟扬言说自己的才华 在大才子李条元之上 甚至对其百般嘲讽 在场的李条元 只默默听着 并未多言 后来 主办官员 请众人一包箱里的 大块玉珠为首 做一副对联 上下连的末尾 必须带上起字和来字 刚刚那些 还在自夸自己才能的人 意识之间 竟无人站出来 李条元走了出来 灰笔写下了一副对联 大块头盒 方之文从胡说起 玉珠鸡骨 使信师尤 放屁来 原来 大块头盒 取普通之意 玉珠鸡骨 取普通之意 只是在嘲笑 众才子 徒有虚名 这个时候 众人才认出 这位正式李条元 刚刚那位 还在炫耀自己才华 在李条元之上的人 更是尴尬地低下了头 要一句话说 山外青山 楼外楼 墙中自由 墙中守 一个人见识越有限 越容易自满 宋代有一位名士 自认 学识渊博 天下没有人能胜过他 后来他听说 诗人杨万里 学问比他还大 非常不服 便写信说 要和他比试 杨万里看完信后 并没有放狠话 只回道 听说你家乡的 佩妍幽书非常有名 请您来时 顺便烧点来 这个名士 看完信后愣住了 他从未听说过 这种东西 最后两手空空地 来见杨万里 两人见面后 他不好意思地问 您信中提到的 佩妍幽书 是什么东西啊 杨万里听后 默默拿起一本 韵略翻开 只见上面写着 痴 佩妍幽书也 诸位名士看了 才恍然大悟 原来这就是 普普通闷斗痴 他羞愧的 无地自容 有一句俗语说 不见高山 不显平地 不见大海 不知溪流 高山不雨 也消禁不了 他的威额 流水不争 也隐匿不了 他的身幽 半桶水的人 才会叮当作响 有真才实学的人 低调谦逊 不争风头 深水不自辩 有一句古讯写道 上水无言 不予大德 真正成熟的人 就像水一样 在遭遇 诽谤和误解时 不会去做无谓的解释 也不费力去辩驳 有一天 北宋大儒 陈仪 去拜访 谢人的宰相 范淳仁 他们一边喝茶 一边聊天 当他们谈起网事时 陈仪直言不讳的提评说 当年你有很多事 出力的欠妥 范淳仁 不知陈仪所谓何事 便说 您不妨直言 陈仪说 在你任宰相的第二年 苏州一带发生了 暴民抢粮事件 你本应该在皇上面前 聚力力争 跟你却什么也没说 导致许多无辜百姓 受到伤害 范淳仁连忙低头道歉 是啊 我是应该替百姓说话的 陈仪又说 在你任宰相的第三年 屋中一带发生了天灾 那的老百姓 只能以草根树皮重击 地方官员汇报了多少次 你却置之不理 范淳仁愧疚无比地说 这的确是我的失职 随后 承仪又责怪了他好几件事 范淳仁都坦诚认错 时隔多年 皇帝召见承仪问政 承仪向皇帝 畅谈了一番治国安邦之策 皇帝听后感叹地说 你大有当年范相的风范啊 承仪忍不住问 难道范淳仁也曾向皇上敬言过 皇帝命人抬来一个箱子 指着说 这里边全是范相当年敬言的奏折 承仪半信半疑地打开那些奏折 才发现自己前些天指责范淳仁的那些事情 范淳仁早已经向皇帝敬言过了 只是由于某些原因 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罢了 道德经里有一句话 善者不变 变者不善 在生活中我们难免会遇到他人的误解 很多时候你越去解释 越想掩饰 越急于澄清 反而越说不清 与其靠言语来证明自己 不如保持沉默 有些误会在时间的沉淀下 终会水落石出 有些非议在真相的考验下 自然不变自明 做人做事 问心无愧 清者自清 俗话说水深不语 人稳不言 水流得越深 越不会发出声音 人行得越稳 就越不会轻易言论 在三国演义中 谋视杨仪是诸葛亮身边最得力的干将 当年诸葛亮死于五丈元军中 使他带领蜀汉的主力军 回了汉中 也使他平定了魏严的叛乱 可诸葛亮去世后 杨仪并没有得到重用 只被任命为中军师 心怀不满的他 不仅四处宣扬自己的功德 还向蜀汉大臣 废以抱怨 如果自己当初取兵头靠卫国 今日也不会落得如此地步 没想到这一段话 被费仪当作把柄 传给了后主流禅 他因此被贬为庶民 并流放 后来又因怕被朝廷处罚 自杀身亡 当初诸葛亮不予重任 是因为他的鞠躬自傲 他最后的惨淡结局 也恰恰因他的出言不逊 《易经》里有一句话 吉人之词寡 造人之词多 爱张扬的人 只会给自己引来 不必要的麻烦和祸患 东汉名将冯毅 当初协助官武帝刘秀 建立东汉政权 名声显赫 他虽手握重权 却十分谦卑 淋浴里在路上 遇到其他将领时 无论对方职位高低 他都会让人将自己的马车 驶开避让 等对方走远后 再上路 每次带兵打完仗 军官们都在一起 自述战功 炫耀功劳 向刘秀掏赏 但冯毅却躲在树下乘凉 反思战斗中的得失 指子不提 自己的付出 后来有大臣 因这一度冯毅 屡屡向刘秀 弹劾他 即便如此 刘秀也并没有怀疑他 反而因为冯毅 平日里的低调 加深了对他的信任 财根台里有一句话 处事不必要功 不过便是功 试之贯埋头去做 但功不必去要 有些东西不求也是你的 他人也拿不走 越去逃 反倒连最后的好感 都会被彻底抹掉 不称功才是最大的功 真正聪明的人 从来都不炫耀 不张扬 古语说 水的德行 人的修行 做人如水 净水流深 深谈五波 不去真高下 是格局 不辩对错 是胸襟 不言功过 更是一种难得的清醒 当你的见识广了 心量大了 能干扰和搅动你心绪的东西 自然就少了 当你越来越成熟 就越会懂得沉默 好了 今晚能和大家分享的文章 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各位的守候 晚安